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在温布尔登输给斯维托利娜后 收到了许多负面评论 波兰人在2023年温布尔登锦标赛以一号种子身份参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斯维托利娜之前 他的状态一直很好 然而乌克兰人笑到了最后 击败斯瓦泰克第二次打进半决赛 在最近接受采访时 波兰人的父亲托马斯斯瓦泰克透露 他的女儿在温布尔登输给乌克兰选手后 受到了很多批评 托马斯称 尽管一家公开表达自己反对战争的立场 但仍受到攻击评论 这一事件是有害的 过去 这位三届法网冠军谈到俄乌战争时 多次表达了希望战争结束的观点 帽子上的丝带 他的观点很明确 希望战争结束 不幸的是 与斯维托利娜的比赛后 出现了许多负面评论 这很不幸 托马斯说 他还断言 人们不能在战争这样的问题上保持沉默 他补充说 一家斯瓦泰克总是对同一件事有明确的看法 并且也始终如一 然而 你不能支持战争这样的话题 一家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他在这一点 尚是一致的 乌克兰确实遭受了很多伤害 这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谈论的 一家斯瓦泰克从来不回避表达自己对俄乌冲突的看法 自战争爆发以来 许多顶级网球明星 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公开立场而受到批评 然而 波兰人不止一次谈到过这一问题 在赢得今年卡塔尔公开赛后 波兰人谈到了战争 并敦促所有人支持乌克兰 我们还应该支持乌克兰人每天面临的一切问题 令人失望的是 情况没有改变 但希望他们能保持坚强 他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对他来说 战争更多的是关于人们的苦难 而不是政治 战争对我来说不是政治 而是关于人们的苦难 这就是我决定发生的原因 他还表示 对于像他这样的运动员来说 更多的谈论这个问题 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很重要 作为一名波兰人 从乌克兰战争一开始 我就很关注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 重要的是我们运动员 公众人物对社会产生影响 我们的观点影响他人 这可以引发变革 他说 斯瓦泰克本周将出战波兰华沙赛 他将在首轮迎战尼吉纳阿布杜莱莫瓦